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收看我们的宁礼明年堂 我是陈老师 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跟赞 这样以后老师更新的时候 你才能获得第一时间的通知 也帮助老师快速达成10万订阅者的里程碑 感谢各位 按照老规矩 今天是西元2019年4月25日下午4点45分 老朋友都知道报时的原因是为日后的验证哦 今天我们的命理明年堂是要讲到哪一位名人呢? 今天的命理明年堂就是我们现任的行政院长 苏贞昌院长 苏院长已经第二次当我们的行政院长了 相信苏院长在当于行政院长的职责上 肯定是驾轻就所了如物执掌 相信民进党在苏院长的阻隔施政之下 或许民意可以慢慢的回温哦 我们的苏院长出生于1947年7月28日 现年72岁 以苏院长的行政经验 可以说是德高望重 无论在屏东县长或是台北县长任内 或是过去的行政院长 都能获得不少的民意支持 那我们的苏院长的生日转换为我们命理的八字 就是丁亥年丁卫月 悟生日的吉时 这个出生的时间 老是按照维基百科上的资讯来换算的 那老铁粉都知道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获得苏院长 他确切的出生时间 所以他的四柱八字 我们只能知道前三柱 所以整整体的准确度会下降25% 这里要先跟大家告知一下哦 以苏院长的格局 众和老师评断来看 苏院长是属于一个胸怀大赤 而且敢于落实的人 以他的本命格来看 不但是具有治国之才 而且是怎么样 八方贵人齐来福的格局 所以无论是当他的同仁 或是他的长官 或是他的部署 都能够获得非常好的支持跟爱戴 也因为他的胸怀 会让人家觉得跟着这个苏院长 未来就会有希望 那长辈怎么看他呢 长辈或长官看他就觉得 如果我把事情交给你 稳妥可靠 而且出乱子的机会也比较少 所以这样的一个格局叫做什么呢 叫做宰府宰相的宰相跟佐府的格局 你可以从苏院长过去执政过的地方 对他的负面攻击 其实是相对的比较少的 那这样的人为何?各位你想知道 为何这么好的人 老师讲的好像很棒很棒 那为何去年2018年的一一二三大选中 还会落败呢? 而且不但是输了 而且还输的很崩溃很彻底 不用等到开票 就可以直接宣布落选 而且连验票的悬念都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 老师还是一样的看法 因为苏院长他终究还是怎么样? 一个宰府的格局 对于选举他是毫无办法的 有人会说 哎 苏院长他过去都是民选的啊 无论到议员 而且他还当过立委 而且还当了两次的县长 屏东县跟台北县 怎么会说他选举不会选 他选不上呢? 哎 你家老师讲的好像有点争议哦 各位老师还是一句话 他是宰府格局 不是选将 他不是很会选举 为什么他很不会选举 但是过去都能一直选上呢 我们回到老师刚刚过去说他的命格 他是八方来福的贵人格 所以说他可以靠什么?靠长官啊 靠同仁这些贵人的帮助 可以靠装脚啊 这些人众人福的方法 把他拱上去 所以在过去呢 他可以靠党团的力量啊 装脚啊 或者是他的前任啊 或是任何任何的民主什么之前的在党外 实习的前辈啊 给他帮忙 他就可以这样子选上 就他家世也是一个政治的世家 所以说这些光环给他帮忙啊 给他拉票 他就可以选上 所以说格局上 他虽然就是说怎么样 他没有办法做好选战 但是因为八方贵人来福 他就可以选上 所以说他不是一个将领 他没有办法开疆拓土 没有办法攻城略地 即使可以运筹帷幄 但是呢 他这样的格局是没有办法怎么样 一什么一将当前独领风骚 这个是做不到的 说这样的格局的相国之才 他有个必要条件 就什么 他的上面长官 必须是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领袖 这样子载辅格局 他才能发挥作用 否则最终他还是独木难知 壮志难愁 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历史来验证 过去的苏院长都是在当时的党主席 或是党团是属于什么武斗派的状况领导之下 他可以斜着什么党团的气势 大家肩并肩手拉手 资源共享 顺利的攀登高位 但是如果今天换成 苏院长是一个领军的人 或是他上面领导者 势力正弱 那他的格局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知命懂命 会用命 他的命用到一个 军主不是很强的时候 就完全没有发挥办法 他的实力在 所以在去年的一二三的选举中 苏院长的大败 败的溃不成军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当时是什么状况呢 哦 大家都希望苏院长能够发挥影响力 去拱起整个选举的气势的时候 以苏院长这样的格局 是很难发挥作用 就像怎么样呢 就像诸葛亮 他拿着刀上战场 跟谁对干 跟夏侯敦对干 夏侯敦都少一只眼睛了 面对诸葛亮 他可以再让他一只手 诸葛亮都被秒杀 但是如果让诸葛亮躲回中军大战内呢 让他去运筹帷幄调兵前将 那一百个夏侯敦 可能也不是诸葛亮的对手 所以从这个举例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冰是谁的?冰是刘备的 巫虎将是谁的?是刘备的 刘备可以招来千斤万马来归顺 诸葛亮却没有办法招来自己看中的巫虎将 最后自己看中的人马 谁呢?啊 看中人马马马马术 马术可以让他怎么样? 尸首接庭 要败掉了整个蜀国的北伐元气 所以这样的格局 就像苏院长的格局 他能够自私 但是他没有办法领军 而像苏院长这样的格局的人 未来的政治路是不是已经走到底了? 因为他现在已经是怎么一国的宰相之尊了 他还有办法再添高峰吗? 过去他也选过了总统大选了 也是书啊 但是有没有跟老师讲的很类似 他跟随的人 如果没有这个实力 那他就没有办法发挥他的影响力 所以说 目前来看苏院长他的格局 虽然他的今年是属于他的太岁年 但是他是属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太岁年 不过老师看他格局里面 他的根基今年却不是很稳 容易发生什么? 政策会转弯 或是下面的部会 不是他执席 不是说他的行政院呢 而是他的部会 各个部会 会容易给他捅柔子 导致他什么? 本来要做的事情 却因为其他部会的人 惹出了争议 让他原来要做的事情 又不好去做 又不容易去出手 那这样的状况 就是会有这些的状况 那影响的苏院长的施政 然后更大问题是明年就要总统大选了 大家又视苏院长为顶梁柱 这个压力是很大的 但是他明明他就不是会选举的人 但是他又要去扛选举的 成败的压力 对苏院长 他是一个很辛苦的一年 是非常真的是非常辛苦的 好 那所以是说呢 他能不能再去再添高峰呢 今天的时间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来去讲下去 老师会在下一集的命理名人堂 下集命理名人堂的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选战政党大乱斗篇 老师会为各位剖析 各种未来选战的可能搭配 看看苏院长他是否能够再继续的更上一层楼 各位有什么想法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请但是请各位 务必要点下订阅跟赞 这样老师在更新的时候 YouTube才会通知你 YouTube不会只通知每一个订阅者 他会通知你有按赞的订阅者 他就会让你知道啊 这个频道已经更新了 最后老师要说 政治理念人各有志 老师没有收任何政党的置入 也没有任何政党或政治人物或政客 愿意来买老师这个小频道 老师靠的是说明页下方 老师投资的卖场 以及老师个人在命理咨询上的收费 如果你想支持老师 或是你想找老师一对一的咨询 请透过下方连结 获得老师卖场 以及跟老师咨询的相关的资讯 最后留言要理性 讨论要有文明要有水准 如果你只是想借着键盘 隔着荧幕口喷恶语 老师都能够包容你 不会诅咒你啊 但是口夜绝对会跟着你 绝对会有现世报 近在报声 远报子孙 不是不报 是后未到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 嗯